南投家庭教育中心为了增进县内国中小学 家庭教育种子教师的专业能力 也于千秋国小办理南投中疗区 亲子教育种子教师培训 判透过互动学习课程 为家长及学童的家庭幸福来努力 随着教育部对于家庭教育法的修法 那家庭教育中心在南投县这边 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配合说整个修法以后的作为 那我们也做一个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推广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到了千秋国小 就很多老师们他们也都想对于说 新的家庭教育法做一番新的了解 那所以我们因此以一个活动工作方的方式来办理 家庭教育就算我们大概会在 那个乡镇成立了15个社区家庭教育工作站 因为目前我们在学校在家庭教育推动 其实都是一直以来都有在做 可是在社区的部分是比较缺少 所以我们大概会结合社区有叫做儿哨的一个力量 然后来推动 县议员张家泽表示 透过课程能够让来参加课程的种植教师 把最新的技能及法规带到学校 让更多老师知道 也期许 未来能够透过更多演习活动 让老师与家长在与学子沟通时 能够建立良好关系 我们教育处的家庭教育中心 在我们千秋国桥举办了 这个南投中寮区的亲子教育的种子教师培训营 我想这一整天的课程绝对可以 让我们这些种子教师 把最新的这个技能 最新的法规带到学校 让更多的老师知道 那我们也知道在 现在亲子教育或者是老师跟小朋友 甚至老师跟家长之间的沟通 也非常的重要 常常有时候因为沟通不良造成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透过更多的 这种演习活动 让老师让家长都可以知道说 如何来跟小朋友沟通 然后如何做好这个教育下一代的功用 现议员赖演雪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在旅主任的带领下 将课程的内容设计的相当多元 也期许 透过课程能够帮助家长 老师以及学童 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我们也看到说家教中心 在我们旅主任的带领之下 可以说是课程的内容设计相当的多元 我们直到12年国教推动以来 在我们的家教中心里面有五大宗旨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性别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亲子 第三个就是子职 第四个就是资源共享 还有我们的管理面 我想这五大面呢 有赖于我们课程的一个教育培训 未来能够在学校里面 做一个种子部队的一个分享 带给家长老师还有学生 都能够一起成长 克服我们的问题 我想教育的一个核心 最重要还是来自于亲子教育 家庭教育 作为基础 而发展出来多元式性的一个教育 让我们的孩童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家长 都能够一起融入里面 议员们也期许 透过南投中疗区亲子教育 总指教师培训课程 能够让老师 家长及学子 在沟通上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 记者邱平俊 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